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世上有些人还真不如狗忠诚 你喂狗三日 它寄你三年 对你忠心耿耿 而你对人好三年 它三天就忘 还把你出卖 有时候你的好心好意 却换不来他人的感恩 我家小区有个张姐 前段时间碰到一个郁闷的事 那天周末 她的邻居小气和爱人都要加班 孩子没人看 就托她帮忙照顾一天 其实去年有好几次 也是因为他们两口子加班 把孩子送到张姐家 晚上小七两口子去接孩子的时候 张姐说 不好意思 我一时没注意 孩子磕了一下 膝盖擦破点皮 小七一看孩子磕着了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对于张姐的道歉 她也只是嗡了一声 就带着孩子离开了 张姐看到小七的脸色难看 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后 爱人对小七说 张姐好心帮我们看孩子 也不是故意的 你刚才的脸色太难看了 小七说 自己的孩子受伤了 我哪有好脸色给她看 这件事我觉得小七做的不地道 看到孩子磕着了 当妈的心疼可以理解 但也不能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更不应该把之前张姐照顾孩子的辛苦都忘记了 看到过一个一百减一等于零的说法 这在数学上当然是错误的 但在人性上却是成立的 生活中不乏小七这样的人 你对她一百次好 她不记得 一次不让她满意 她就会翻脸不认人 抹杀之前你对她所有的好 孟非说 有人请你帮忙 原指望你帮十分 结果你只帮了七分 对方便觉得你不仗义 非但不感谢你 反而觉得你欠她三分 很多人间恩怨 皆出于此 人心险恶世道艰难 并非事事都值得你一再伸手相助 也不是人人都配得上你的善良 一 不要低估人性的恶 知乎上有个问题 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 有个网友的回答是 人性最大的恶不是不知感恩 而是恩将仇报 现实生活中恩将仇报者不乏其人 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不断刷新人们对人性的认知 香港中文导演王晶有一个朋友李嘉祥 在金融风暴中失业 希望王晶帮自己找份工作 当时王晶正在指导一部警匪片 剧组缺一名后勤 王晶就邀请李嘉祥担任此职 此后 王晶接连指导的几部影片 李嘉祥都是剧组后勤 一次一部新电影要开机 李嘉祥找到王晶 要求给他一份演员的工作 考虑到李嘉祥根本没有表演经历 王晶当时就劝他 表演你可能不行 如果你觉得后勤不适合你 我可以给你重新安排 谁知当着剧组全体演员的面 李嘉祥大发雷霆 做后勤薪水太低 你是打发要饭的呀 不帮忙就算了 别装好人 说完扬长而去 不仅如此 他还到处散布王晶的谣言 说王晶是个只认钱财不认朋友的势力小人 仅仅一次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就翻脸不认人 不但完全忘记了朋友之前对他的好 还恩将仇报 大肆造谣 李嘉祥表现出的人性之恶令人不耻 人性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当坏的东西出现时 先前所有好的部分都会被自动过滤 然后那个坏被无限放大 甚至到最后那个人也被完全否定 就像中国古话说的 生米恩斗米仇 你给别人的帮助太多 他们就会觉得理所当然 进而无度的向你索取 你不给 他反而会责怪你 现实中不乏李嘉祥这样的人 你帮他百次不计恩 你的一次拒绝 一次缺席 一次冷淡 他们就记恨 从心里对你进行扣分处理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人性的恶 忘恩负义的小人一定要及时远离 二 别惯坏不懂感恩的心 文友或会在一篇文章中说 为什么现在不懂感恩的人这么多 就是被好人惯的 有些人不配你的善良 对于这样的人善良 就是对恶的推波助澜 纵容他人的结果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是啊 过了本分的帮助只会惯坏别人 越了底线的善良终会伤害自己 作家马德在好脾气惯坏别人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刘女士跟相处了二十多年的闺蜜闹崩了 哭哭啼啼的伤心了很久 她哭的原因不是不愿失去闺蜜 而是内心的委屈 无处诉说 她说他们是大学同学 本来不是一个系 因为闺蜜长得像她的姐姐 所以走到了一起 闺蜜人很聪明 灵头就是有点小自私 刘女士愤慨道 这么多年我总是想 我多吃点亏 怎么也能感化她 二十多年了 石头也雾热了 可是她一点变化也没有 总是我吃亏 总是让着她才行 这次闹崩 也只是因为刘女士想跟闺蜜摊开了说说 结果对方说她是在羞辱自己 闺蜜还说她变了 开始变得计较 刘女士哀叹 是的 过去二十年我没有跟她说过一个步子 都愿我把她给惯坏了 电影教父中有这么一句台词 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毫无原则的人词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人性是经不起纵容的 不是你真心付出 别人就会铭记于心 不是你出手大方 别人就知道感恩 你的真诚可能换来的是背叛 宽容 或许得到的是反目 心理学上有个效应叫做被博定律 意思是说 当人第一次经历了强力的刺激后 之后再施语的刺激对他而言就变得微不足道 其实人际交往也是这个道理 长期单方面的付出会让对方习以为常 然后把你的好都当做理所当然 进而变本加厉的消耗你 你想改变这个状况 对方就反过来指责你 所以我们既要保持善良 又要懂得适度拒绝 别惯坏不领情的人 别未保不感恩的心 三 你的好心要给对的人 曾看到这么一句话 掏心掏肺对一个人 要么得到一个知己 要么得到一声教训 善良很珍贵 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 对于知恩图报的人帮他是情分 万恩负义的人不帮是本分 帮忙一定要分事分人 而不是盲目的付出 你的好心要给对的人 前些年 倪平曾资助四名贫困大学生读书 在四年里 只有一名叫崔勇的学生 会经常发信息或电子邮件给倪平 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 每到节日 他也会真诚地打电话给倪平 向他祝福 每年他都会从老家带些特厂 和农产品给倪平 有人说人家帮你又不是图回报 而你这些东西人家根本就不缺 但崔勇说 人家不图回报是人家高尚 我却不能不知道感恩 那些贵重的礼物我也买不起 这些老家产的东西 代表我父母和我对他的感谢 倪平听到这番话后感动地说 这些东西就是最贵重的 还有什么比你的心意更贵重的呢 2001年 当倪平因为共和国伎两奖 而深陷舆论的漩涡中 他接到的第一个安慰的电话 是崔勇打来的 这让倪平感到很欣慰 在崔勇毕业前夕 他四处帮他联系工作 戴尔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 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 你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 忘记或不会感谢乃是人的天性 懂得感恩的人 明白没有人天生该对谁好的道理 不会把别人的善良和帮助视为理所当然 而是乐于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 且回馈他人 这样的人才值得你深交 把你的善良给予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 当你吃了亏上了当 受过伤害被害过 你才渐渐明白 不是所有的掏心掏肺 都能换来坦诚相对 不是所有的真情实义 都能得到长久珍惜 不是所有的善良都能够换来感恩 有些人用得到你的时候 对你笑脸相迎 用不到你的时候 对你置之不理 总有那么一瞬间 让你伤透心 总有那么一些人 让你寒了心 很多事不能如你所愿 很多人也不会对你真心 所以别太高估了 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 也许你轻荣红毛 什么都不是 也许你如同蒲草 且一文不知 人和人之间 且能产生感情 也能制造矛盾 看似一张张笑脸 其实心里各有打算 要想活得不累 要想活得顺心 就不要和小人斤斤计较 也不要和虚伪之人 作伴为伍 若为大树 不与草争 若为苍蝇 不同鸟鸣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